請給我掌聲,歡迎一下我們的江澤 謝謝主持人 各位聽眾、各位夥伴 午安 我是瑞南 我現在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投影片也放在網路上了 如果說大家有手機可以拍QR Code 可以連上網路可以看一下 我的ID是ZenLin 我目前在匹克幫Pixney工作 擔任Web Developer 我的Twitter是ZenLin 然後有Google Plus 還有GitHub帳號 如果說不管是 待會演講結束之後 或者是說待會會後 有興趣的都可以找我聊聊 OK 那我首先先講個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其實也沒有那麼久 應該說 兩三年前吧 那網站這個東西 那就是 一台Web Server 然後再加一台Database Server 然後像Pixney 有一些照片、一些影片 那就會有File Server 那我們大概會有 這三種的component 一般來講都會這樣子 嘿 那 如果說你沒有照片的話 可能就是只有Web Server 跟Database Server 這樣 像是 Pluck 欸 Pluck有 因為他們有放那個 那個照片這樣 好 OK 那如果說今天 某一天 老闆就突然說 欸我要一份什麼什麼什麼 報表 那請那個RD 請我們工程師送給他 那我們工程師通常就會到 然後那個Database裡面下 SQL Query Select 信號 OK 那或者是 欸有新的服務要開發 那這時候工程師 或是所謂的 operator SA 那就跑到那個 Apache的那個 設定裡面 然後去增加了那個 可能就增加一個 Virtual Host 比如說新增了一個 Mumur Mumur.tw的 Virtual Host 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 欸有資料說要計算 要處理要轉檔 好 那可能因為 嗯 B公司 比較不像說 前一個Session HTC 加大業大 這樣子 還是比較節省 所以可能就找台辦公室 欸那個 那個 同事退下來的 閒置PC 欸來做 那可能一台PC OK 我要處理什麼東西 我要計算什麼東西 好 我就 跑個十天 把它跑完 OK 那一開始網站小的時候 當然沒有什麼問題啊 就做嘛 Just do it 做做做做做 當然網站越來越大 所以使用者就 啊啊啊 訪客也越來越多 那所以訪客帶來的 譬如說就會有一些 譬如說你拜訪的紀錄啊 或者是說 譬如說你的 部落格文章啊 之類的這種資料 那就越來越多 那這個時候 通常我們就會 橫向發展嘛 就是欸我增加Web Server 那這 因為Web Server 從一台變兩台 兩台變四台 四台變八台 越來越多 那這時候我們就在前面 放LoBalancer 那OK 好 那一台Database撐不住 本來是 8GB的RAM 好 那現在RAM大家都知道 TDR3跳水架 一條 可能 現在830嗎 我記得 840喔 蛤 650喔 哇 對不起 而且我 已經脫 對這個DDR3已經脫節很久了 不好意思 OK 那我就加RAM 一次加到128GB 總可以了吧 哇 結果發現說 現在變換成那個 那個 那個2Many Connation 那個Linux Kernel 就撐不住了 這樣子 然後 OK好吧 那沒辦法 那我只好做Database做Sharding OK 那增加Database的 增加Database Server 把那個使用者拆開來放 OK 我一台Database 放10萬個使用者 總沒有問題了 好 就這樣一直長 一直長 長到最後 那就會發生以下的 這些事情 好 報表就跑很久 所以老闆就開始越來越怒 OK 那資料剛剛講的轉檔 資料足以計算時間 也很久 那 所以 工程師就加班加班 每天加班 加到最後 就疲勞度就加加 那老闆的怒氣值也跟著上升 OK 那新的服務就要考慮到 有一些HA 就是高可靠性 然後還有可過忠性的部分 那總不能說 我上一個新服務 結果 突然爆量 那導致說 舊的服務 他一起搗戰這樣子 這是不行的 對 所以就會想說 OK 那我就實體的拆開來 我新的服務是用 獨立的機器來做 那他盡量不要影響到舊的服務 那所以 因為你要做HA 所以一般來講 你至少要兩台到三台的伺服器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成本就往上加了 那我成本往上加 老闆看到那個 每個月的那個現金流 看到那個 報表 就是花出了錢 他就不開心 因為要花錢變多了 所以他的怒氣時間加加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那剛好 總是我們要找辦法解決 那如果說昨天各位有去聽那個 蔡博士的演講的話 他應該 或者是說 之前在網路上有看到 蔡博士的一些專訪的時候 他應該有特別提到說 其實對於雲端運算而言 大家可能都注重在 比如PAS 或者是SS 或者是IAS 這種服務的 如何提供這個服務 那不過可能就是比較少人遇到 比較少人會提到說 OK 雲端運算其實會有這五個特性 沒有這五個特性 比如說就是 某CXT的那個H 什麼H Cloud這樣子 那可能他就是 那個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啊 就發現說奇怪 那個我怎麼找不到申請的連結 然後找了很久 終於找到了 下面有個E-mail 如果你要申請的話 請寄這個E-mail 然後請在上班時間 那個9點到下午5點之間寄這樣 我就靠腰啊 這個實在是 對 所以總是要符合這五個屬性 那第一個是 比如說 第一個是 當我有需求的時候 我必須要能夠自助的服務 就是說 OK 我不應該要依賴其他的 就是 比如說客服 或者是其他的User 我可以 我可以自己申請上號 那我可以自己開機器 那第二個是 廣泛的網路演結 那這個應該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說 因為雲端嘛 那總是要連上網 那就是到處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連得到 那第三個 resource pooling 是比較相似 就是說 OK我今天有使用了這個resource 那當我不使用的時候 我就回 歸還到這個pooling裡面來 那這樣子 整個resource就是像一個池 我用了多少 那是從池裡面拿出來 可是 我不用了 我就歸還回去 然後再來 Rapid Elastic 就是快速與彈性 當我在 當我在 建立一個新的 就是 雲端的一個instance 或者說雲端的一些 使用一些雲端的服務的時候 我不應該是 OK我今天必須要 人工整合一個禮拜 或者說 我必須要人工介入 要四個小時 我才能夠設定完事 我應該理論上 應該是 立即馬上 立即馬上的定義 可能是 30分鐘 或者甚至更短 10分鐘 5分鐘 1分鐘 那最後一個 Missure Services 那 因為這個其實 是蠻難翻譯的 我自己是把它翻譯成 被量測的服務 那這個被量測的服務 就是包含說 OK 它的收費的方式 跟擴展 也就是說 它希望說 雲端服務提供的一些服務 不管是空間 Storage 或者是 計算能力 Computing Power 這些部分 能夠像電力 或者是 是自來水一樣 它是 OK 我今天用多少 我就算多少 像各位在家裡看電表 就是 你今天開冷氣開了一個小時 可能冷氣 耗耗是一百瓦 對不起 sorry 可能太少了 一千瓦之類的 那你的電費就是多少 這樣子 那它希望能夠做到這樣 那 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台電或者是台灣自來水公司 它發現說 OK 我這個月可能用的那個 電力或者是水已經超過說 我所能提供的一個警戒線 可能80%或是70% 那這個時候它就必須要想辦法再去 生出來更多的電 或是生出來更多的水 比如說蓋電廠啊 蓋水庫啊之類的 它要做這樣子的服務 那雲端也是一樣 當我們發現 當雲端的服務的提供者 發現說 OK 它今天的那個使用量已經超過一個 它定的一個 零件值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想辦法去擴展 它的雲端服務的規模 讓它可以提供來Service 更多的使用者 OK 那剛剛這邊講了 講了這五點 那其實對我覺得 對我們Picnet而言 比較重要的是 以下的三點 第一個是 OK我自助服務的話 我就可以採購硬體的時間 減少採購硬體的時間 那這個部分就會變成是說 好OK 那既然減少採購硬體時間 我就不用花那麼多人力 每天在寫報告說 OK我今天要買多少server啊 幹嘛之類的 對 那所以就可以減少了一成本 那而且少買server 等於我就少請了幾個SA 所以我可以把這SA部分 外包給專業的雲端服務提供商 再來第二個 Rapid Elasticity就是 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程式化 它可以透過API來呼叫 就可以增加或是減少 我們對雲端resource的使用量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Missure Service 對我們而言比較重要就是 它是以真實我們真實使用量 來計價 那避免說一些閒置資源浪費 因為像如果我們自己買server的話 就一定會有一些就是 有尖峰禮峰時間 那這個時候 或者是說 OK我今天買了server 這個server我可能是拿來做運算 一些比如說一些 我跑過一次或跑過兩次之後 我就不會再繼續跑 或是我可能 一個月才跑一次這種運算 那我為了這些運算來 來拆買server 可能就會導致說 這些server其實是 在一個月裡面 可能有28天是閒置的 只有兩天在用這樣 所以如果我用運算的話 我可以避免閒置資源的浪費 我舉個例子 圖沒有出來 本來這上面有一張圖 就是我們最近推出了 那個新版的相簿 就是相簿有做大概版 那相簿的相簿功能 有100G的空間 那有那個 Giolocation 就是標記地圖 文字標籤 人理標籤 公投相簿記等等等等 那這邊稍微就是 POMO一下 那請大家試試看這樣 那這邊我主要想要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對 在做人臉標記 Facetagging 這個部分的一些心得 那OK 那這個人臉標記呢 其實重點就是 OK 我要先把人臉 找到並且框出來 然後方便使用者標記 那等到使用者標到 這個量足夠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 就是我就可以做人臉辨識了 因為我知道說這個使用者 這個臉大概對應到的是哪個使用者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做人臉標記的步驟 OK 那在OpenSource的Solution裡面呢 有OpenCV可以做 那OpenCV有Python ByDing 所以對我們而言其實很簡單 就可以實作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 Amazon Web Services上 使作一個Restful的API 一個就是我們自己用的Restful API 來做這件事 那原因是 原因在下一頁 那這一頁是那個 就是大概的architecture 如果說就是 各位有興趣的話 待會可以再問我這樣 OK 那原因是這樣 就是我們大概有1億8千多萬張的照片 所以如果你買Server來做的話 那你買一台很強很強的Server 1億8千多萬張 那你要跑完 也是跑個 也是要跑幾個月 甚至可能要到 以年來計算這樣 那當然老闆不可能 不可能接受這種 這種時程 所以他就希望你可以縮短 但是又不希望說 你可以你要花太多的錢 所以我們就試了AWS 那試完之後呢 我們發現說 確實是OK的 它是合用的 它大概兩天 sorry 20天它可以處理完 我們所有 在內所有的照片 那最多我們是使用了50台 裡面AWS的 預算資源 它的單位是instance 那大概花了24萬塊新台幣 所以其實算是挺划算的這樣 OK 那除了這一個 剛剛跟大家分享的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放一些新的Service 是在雲端上面 不只AWS 其他的沒有放 然後一些API Service 像不管是Public 或是Private Public就是 各位如果 如果之前到B公司的攤位上面 Picbomb的攤位上面 有填一些那個問卷的話 那你會看到說有些問卷是 有些問卷是那個 關於API的問卷 那這部分就是我們的Public API 那這部分呢 那這部分呢 就是有部分的API 我們是有使用到AWS的資源在運作 那另外還有就是 Data Mining跟Information Retrieval 那有些的Argorithm 我們是需要MemReduce的 那這部分就非常適合放到 雲端上面去執行 那另外還有ReleaseBuild 因為我們發現說 OK 那個用RD的電腦 編譯連結一些Java 一些C++之類的程式實在是太慢了 所以我們就丟上那個AWS上面去編譯連結這樣 然後那個同事打去說就是一個小時 剛好剛好購付那個台北市的那個停車費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一些測試啊 Pro typing會丟上去 目前大概是這樣 OK 那需要注意的是像這邊幾點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雲端預算不代表說 你使用的雲端預算不代表說 你就有那個高可靠性 那想要知道更詳細的話 你可以Google AWS Judgment Day這樣子 你就會發現說有多少網路公司在那一天 就沉淪爆炸 大爆炸核爆什麼樣的行動詞都有這樣 對 那你必須要根據雲端的特性適合 設計適合的架構 那雲端的特性就是 你要以所有的server跟網路 都可能會出包為前提 那再來就是雲端運算 也不代表就是虛擬化 因為你可能你的應用 其實你是可以吃滿 整台實體的resource 這個時候你做雲端預算 反而是 對不起 你做虛擬化反而是浪費你的 呃 運算資源 因為你放在 你在實際的那個CPU 跟你的application中間 你在XS的虛擬化上面 本來就會有cost 那 那 在Pixnet的經驗來講 就是 當我們會把一些專案 一些就是新的service 放在雲端上面 可是當我們發現說 那些新的service 已經長大到說 OK 雲端已經可能 兩三台機器都可以吃滿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拉回來 Pixnet自己在台灣的機房子 繼續運作 那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呃 降成本反而會更低 嘿 雖然我需要付出人力的那個 就是 免天的成本 那 但是因為 呃 但是因為 雲端的成本來算一算 欸 還是比人力的成本 還是貴一些 好 那講到這邊 那總是要講一下 就是我們實際用的一些 呃 雲端廠商的一些案例這樣 那首先當然就是AWS 那它是從2006年的7月就 呃 正式的launch 然後欸 不對 2006年的7月應該是有beta 然後接下來正式launch 那它的功能是最多 而且最完整的 然後全世界都有機房 包括美國、歐洲、新加坡、日本都有 那不過價錢也就是 很貴這樣 還不便宜啦 可以說不便宜 那如果 呃 想要省錢的話 像我們剛剛 我們那個 嗯 24萬的那個 價錢是怎麼來呢 那就是 用 spa instance 那是用spa instance 做到的 那如果你有長期的需求的話 你也可以跟它買reserve instance 那 除了這兩個 寄費方式之外 它以小事寄費 那 但是流量 費用另計 那另外 如果說各位有那個 手機 呃 呃 可以用iOS的app去管理它 那就是說等於 甚至你可以在公車上 捷運上面可以管理你的 雲端的 instance OK 第二個是 redspace redspace 目前是github在使用上面 不過品質上的部分 嗯 呃 就有聽到諸多抱怨這樣子 對 那價格當然是比 AWS便宜一些 那目前Business 把它當作 備員的 就是當AWS 真的出包 真的連不上的時候 我們才會 才會在 redspace 馬上開那個 呃 應急的 service 那 最後是 Linno Linno 其實它是一個VPS 但是它有提供API 所以我這邊把它列入說 雲端的服務 那原因就是因為 它的API 讓我很方便的可以 開機器、關機器 那我不需要經過人工或 甚至我自己都不用 進去操控 因為我可能 我的 我的程式可能就是寫說 OK 當我的 server的loading 高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我就另外開機器 開機器出來 load balance這樣子 對 所以 我的能力的那個 介入就可以審到最低 那它有提供官方的iOSAPP 所以如果說 OK 你沒有寫程式 但是你發現說 網站怎麼突然當掉了 人在外面 你一樣可以用手機連上去 然後重開你的server 那 價錢的話 是以日 計費 前面兩個 Rackspace跟Amazon 都是以小時計費 那 Linno 它比較沒有那麼彈性 它是以日計費 但是它 流量費用含在裡面 所以 Linno 是 這三家 我們PCM 目前使用的裡面 是最便宜的 那它 錢會預收一個月 所以 如果中途取消的話 它的 錢會 退到帳戶裡面 好 那 我的報告就到此結束 請問有沒有誰有問題 請說 我要請問一下 就是你們有使用那個 Spot instance 那 那個服務是 隨時有可能被切掉的 一個狀態 那 請問這個會對你們的 部署策略有影響嗎 就是例如說你們 是 燒一個 例如說以 人體面試為例 是燒一個完整 部署好的image 部署上去 還是 部署一個乾淨的 Linux Distribution 然後再 用一些工具去管理 這樣子 這樣子會 會不會那個 Spot instance 突然把 incidence切掉的時候 就是 會不會對你們造成什麼影響 因為 我們一開始在設計整個架構的時候 我們就是 以所有的伺服 跟網路會出包 都為前提來設計的 所以 我們會 我們在使用Spot instance 的時候 就不會遇到你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因為 你剛剛指的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 從 是從乾淨的 Linux Distribution 開始 我們一開始試 但是最後 我們會把它做成一個image 然後那個image就是 最後final 我的程式是在這個 我的程式也包在裡面 然後 這個部分 當我要執行它的時候 我是直接 拉這個image出來跑 這樣 不曉得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如果你們的image boot好之後 web service已經好 可以先開始使用了 好 謝謝 我知道了 請說 請說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你們的服務 你們的服務的話 基本上 在很多地方都會有 那照片 資料 該怎麼去把它收集在一起 這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 它的問題是說 OK 你的服務在世界各處都有 那你怎麼樣把這個資料 收集在一起 那基本上 我們的資料的 那個login的部分 是放在s3上面 所以我們自己的機制就是 OK 我今天的slog 我就把它收集收集 收集完之後 以小時或是以天為單位 看那個資料有多重要 然後定期的把它sync到s3的bucket上面去 請問這樣有回答答你的問題嗎 那這個部分是log的部分 那假如說 像是你們有一些證明的是 需要跟資料庫 直接做一些團結的話 那你們這些服務也是在 直接做信用的嗎 是 它是指資料庫的部分 因為我們資料庫的部分 其實目前還沒有做到說 就是每個地區都互通 我們的資料庫是 在每個地區是獨立的 就是資料的set是長得不一樣的 那所以目前我們還沒有 考慮到這個問題 謝謝 請說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Amazon它也有s3 跟cloudphone的組合 那你們有沒有評估過說 cloudphone加s3 跟目前可能在台灣建置機房 從流量費跟那個硬體成本 這樣子評估來講的話 是哪一方面比較划算 當然是cloudphone加s3 會划算許多啦 那不過問題是cloudphone cloudphone在我們前幾年 在評估的時候 大概2008年2009年 在評估的時候 那發現說它的performance 不是很 就是stability不是很好 那會影響到我們的user experience 所以我們後來還是決定說 跟台灣固網 就是因為我們是collocation在台固 跟台灣固網繼續租IDC 繼續在台灣有collocation這樣 請說 我想請問一下 那像你們剛剛的狀況是說 你把你的城市 Web應用程式一起包在你的image裡 那這時候如果說 Web的東西大家知道 一定是天天改來改去的 那你們在城市的發佈上 你們會怎麼處理 這個部分我們自己有一套的 deploy的機制 就是一般來講 如果是rails的話 通常他們自己有那個 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captrano 如果有記錯的話 請馬上指證我這樣 那我們也有一套 deploy的機制 目前是正在測試當中 那目前看起來是 這套機制還算OK 如果說算穩定的話 算穩定的話就會 推行到 就是連我們現在 現在那個 台灣這邊也會使用這套 deploy的機制 所以 那你們在 所以變成說 一發佈 他那個image的部分 可能就必須要 重新再包一次 還是他有什麼 其他比較方便的方式 可以直接就 我們這套 deploy的機制 是會先deploy到那個s3上面 對 所以 當image佈起來的時候 他會去s3上面 抓最新的call下來 那就可以 就可以避免掉說 我必須要每次重新包一個 cdimage的問題 嗯 了解 謝謝 再最後請問一下 還有沒有想要提問的 如果沒有 就請讚 恩謝謝全隊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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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下一場的節目